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 今天又来到这个犹太小故事的这个podcast这个节目 我是小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 早安,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东西是之前也是有常常提到的 犹太人不只看重金钱 他们也很看重的是时间 他们甚至认为时间比金钱还要重要 为什么呢? 他们有三个观点 我们就来分析今天来谈谈这三个观点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了 第一呢,金钱可以储蓄 时间不能储蓄 这是很明显的嘛 大家赚一块钱,你可以存一块钱 赚十块,你可能可以存两块 赚一百块,你可以存一个二十块 你可以存得到钱 钱就会越存越多 但是时间浪费了呢 它就是浪费了 因为时间是个无形无色无味的东西 甚至看也看不到 只在人的感觉上又在移动中 所以常常的时间一去不忽悔啊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嘛 你浪费了一分钟,你就浪费了60秒 也是一样的道理 时间都是不等人啊 一直在往前走啊 不会往后走啊 也不可能储蓄起来嘛 第二呢 金钱可以跟别人借 时间却不能啊 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借钱 你要投资的话 你可以找银行借钱 融资等等等等的 等等方法 但是时间还是不能借啊 你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第三点呢 你自己有多少金钱你是知道的 你可以看你的银行账簿 但是时间你是不知道的 你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啦 你不能够知道 你人生寿命还剩多少年 没有人知道你是会在下一秒去世 没有还是明天 还是十年后 还是五十年后 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可以知道的东西 时间上的东西 你会可以知道只有deadline 你知道你的交工资期是几时 那个是不会改 你唯一可以知道时间 你就是知道那一个吧 这样子的话呢 但是金钱你只要翻一翻你的银行账簿 翻一翻你的所有的资金付口 你就可以知道你还有多少钱嘛 这个算得到 但时间是真的算不到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预测 你会不会走在街上 突然间就发生一个大意外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金钱你会永远知道 所以金钱不比时间重要 你可以用时间来换取金钱 但是他们更加希望 可以用金钱换取时间啊 如果你可以用时间 可以用金钱买更多的时间的话呢 当然你时间就多了 你就可以用更多的做更多的东西 这个是我之前的东西有提过啦 好像在管我怎样活的节目有提过 很早之前有提过 就是说到呢 其实大家可以用金钱换取时间 就好像说呢 你手上有一笔钱 但是你想要做一些某些事情 好像逃退 好像你可以叫Footpanda 做delivery 你可以做你的东西 你只要用手机的app按一下 用还钱的方式 就是花比较多的钱 叫加了外送费送到你家门口 那你就可以省去了 你去外面买东西的时间嘛 这个就是用金钱换取时间 最佳例子 大家相信都有用过这样的做法 好 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到这一边 关于时间跟金钱的观念啦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也可以PM我 DM我 跟我讨论看看 大家对于这个节目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订阅 继续的收听 继续的分享 继续给点兴趣好友 还有去我的粉丝们点赞 好像Facebook Instagram Discord 都可以得到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